傳統插花對於大多數人來說 包括裝理都只是一門用花、葉、果實作為裝飾的藝術 不過創意爆燈的Solomon 就要反轉傳統 在舊有的基礎上加一些突破 必要將插花由藝術變成一股潮流 Solomon的作品又真的蠻不同的 可以充分運用不同的花材 特顯傳統插花高雅脫續的特點 還可以表現到時尚型格和生活化的另一面 又真的挺適合年輕人學的 那你明明我為什麼要找你呢 明白了,我終於都明白你的苦心了 Hello,Solomon 十分三門 我一直都覺得男生是不適合插花 不過我看完你的作品之後 好像有點改觀 其實我們插花可以很生活化 比如說我們用一些日常的物件 好像士官或者一些橡筋 我們都可以做出一些很特別的作品 好像這個一樣 我們幾個test tube 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好像花圓的感覺 或者好像這個一樣 我們其實用幾塊葉加幾枝花 已經做到一個很現代 很有觸覺的一個作品 我覺得這個很好吃 是啊,我喜歡這個 我喜歡這個 那我做這個 我喜歡這個 開始 是 花要插得舊潮 第一步當然要選一些魚種不同的材料 好像蜂順子 香腕豆這些顏色那麼sharp的花 就是很多年輕人的心水了 翠珠花看起來都不錯的 還有新種小茅丹 看起來都不會很老套 都說插花可以好潮的啦 不單止花夠潮 Solomon這次還會教我用包裹的技巧 將春蘭葉包住蜂順子的勁步 用葉的線條加強整體視覺效果 我都不弱的 會用到橡筋、巧石、使館 營造出一種另類型格 和你的作品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 真是想不到用這麼簡單 和這麼生活化的物品 都可以和高貴的插花結合 當然 讓我在試館加點水準備插花 相信大家更用心 出來的作品應該會很美 不過最美的肯定是Solomon這一個 將厚身的雜誌摺成紙座 配合插花技巧 看完Solomon的作品 我的靈感脈都翻過來 讓我加多些不同的線條和顏色 看來大家的進度都很理想 不行 我都要加把勁 我一樣不會那麼容易鬆懈 因為Solomon已經接好紙座 還開始放進試館 看到Solomon的作品 更加令我覺得 其實插花都不再是女性的獨有權利 原來男生都可以完成一件 這麼有格調的作品 說得對 這麼快我們的作品都完成了 我的作品就是把顏色引人注目的封信紙 包紮到和花瓶的闊度接近 營造出浮動的感覺 至於我這個用上粉紅 指這些類近色花位的作品 出來的效果 感覺是不是一點都不漂亮呢 還好和諧協調呢 不過自形自搶眼的 都是Solomon的心秋之城 插花加紙座 原來都可以這麼潮 這麼有味道的 漂亮 好漂亮 讓我拿到我的朋友看 看他們看完之後 還會說男生不懂得插 白黑黑黑 白黑黑 用什麼這麼麻煩呢 電話鏡上載就可以了